中国和日本,虽说一一带水,但更像一对冤家,从历史上看,日本只要自己觉得自己足够强大,就会想办法挑战中国,历史上著名的白江村之战,还有朝鲜的人成为国战争等等。 但是给中国人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,还是1931年到1945年的全民抗日战争,那次战争,中华民族差点亡国灭种,学的教训,让今天的我们对于日本依然格外景气。 10月3日,人民日报引述日本媒体报道着,中国海军三艘军舰组成了编队通过攻步到附近的海面,深入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越洋训练,随着中国海军的不断壮大,大批新树远洋舰只加入海军,让中国海军的脚步越来越远,穿越第一岛链,深入大洋进行训练和演习,也成为飞行任务。 不过这次可能有点特殊,8月底,日本海自派遣,以江河号直升机母舰为首的三艘军舰组成的编队,访问东南亚都国,并以航行自由的名义,在南韩秀肌肉。 而且,最严重的问题是,日本海偷偷派了一艘潜艇伴随舰队出航,整个防温实际上就是一次航母编队的全程模拟。 这个性质就非常严重了,可以说,日本海自全程是以作战模式在中国南海执行这次巡航任务,如,水面上是加赫号,到七号和梁月号,加赫号为其舰,到七号和梁月号为其护航,而且水下还有黑潮号潜艇秘密密伴随。 这就是一个妥妥的航母战斗群,虽然规模小了一点,但是该有的都有了,如果将来日本订购F-35B到货,可以直接装备上加赫号航母,再加上这几艘军舰,日本海自一夜之间就可以建立两只航母战斗群。 而我们侧必须关注和提防日本海自的航母计划,自从日本在美国扶植下,实现了经济起飞,就开始大笔投资建设海上自卫队。 就在上个世纪八十、九十年代,日本海自就以四支八八舰队,的规模二是整个东亚。 当时的日本军方甚至好沿着,半个小时见面中国海军。 而且,作为岛国,日本对海军对航母,有一种几乎狂热的痴迷。 从九十年代建造第一代大鱼机两栖运输舰开始,日本就开始稳步推荐其航母规划。 不过到目前为止,日本只有两艘1.4万吨的日向机和两艘2.0万吨的出云机,具备改装航母的条件。 而1.4万吨的日向机,由于多位和机库面机相对较小。 即使勉强装备F35B战斗机也只能装备四、六架,而且装备F35B之后,就无法装备其他直升机,对自身性能影响较大。 所以只有汉水量2.6万吨的出云机两艘具备改装成轻型航母的必要条件。 如果出云机改装为轻型航母,则只需要再建手甲板装备一台期,12的滑跃甲板即可。 因为出云机在建造之初就考虑了搭载F35B战斗机,其甲板使用了中用的耐热材料,可以经得起800度BF35B的烟烟烘烘,增加滑跃甲板可以有效增加F35B战斗机的栽核航程。 而且整体改装成本并不高,仅增加一个不到100吨的舰手滑跃甲板即可。 改装后的出云机可以搭载12到16架F35B战斗机,8到10架直升机。 整体性能和意大利海军加富二号航母基本相当,是整个东亚、东南亚地区,仅次于中国海军6万多航母的先进军舰。 不过,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,如今的中国,海军力量稳至世界第二,已经拥有了两艘6万吨级别的大型航母,并且还有两艘更大的航母正在建造。 如今中国海军一年下水的军舰就相当于日本海字总多位的一半左右。 这样的力量不是日本海字所能比拟的。 在海字来南海秀肌肉,后不到半个月,中国海军同样三艘舰艇组成了编队突破公骨海峡,深入西太平洋执行任务。 中国海军本次前出公骨海峡,前往西太平洋训练。 虽然是力行安排,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,也是提醒日本,中国早就不是当年了,如果还想在中国面前挑衅,想想你的脑能够不够硬。 你有什么意见,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,且支持一品文团队的各种文章集,独立专业有种有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